原則上我們今天 包括今天下來 總共還會有三堂課 那我們今天會上比較多的內容 就是會上第13章的釋放與保護 跟第14章還有第15章 有關死亡跟死刑的部分 一次把它講完 所以今天課的內容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因為 今天的單元也算是比較簡單一點 跟其他的單元相較之下 另一方面是 因為在下一堂課會上的 主要是上有關外議間條例的部分 外議間條例它爭議很多 而且最近很多時事鬧得很沸沸揚揚的這樣 所以下一堂課的單元會花比較多時間講 所以我就把這比較簡單的內容 移到同一堂課來講 然後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樣的話是不是會提早一週結束 其實不會 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如果說我會盡量的把進度稍微往前一點點 這個目的是說 讓大家在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可以去有機會去檢視前面的一些觀念 所以我最後一堂課會做一些整體的一些重點的整理 以及關於這個 今年要考試的同學 特別要注意的一些某些議題這樣 算是一個小小的考猜 還有一些提醒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先從這個 第13章釋放與保護的這個內容來講 其實這個單元 並不是說它 我剛剛一開始說它比較簡單 但是其實它 也有它困難的地方 就是它也是涉及到一些比較 細部的一些指法 尤其是在保護的這一塊 釋放這一塊的問題 現在比較小 但是保護這一塊 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 在受刑人 這個 不管它是因為什麼原因 它被釋放之後 那我們要怎麼去 對它進行更生保護的這個動作 而且這個部分是法律所明定所要求 應該要這麼做的 所以說 在這一塊 到底又要有什麼機關去做 而且要怎麼做 那就會變得比較 複雜一點 那其實這邊就涉及到所謂的 更生保護的 就是更生保護法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我們就會針對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講一些比較重要的一些條文 好 那我們就針對今天的這個課程 釋放與保護的這幾個 在監獄行刑法裡面的這幾個條文 總共五個條文 先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第83條到87條才五個條文 但是它大部分的條文 都是在講有關釋放的這一個部分 83條 83條它是在講釋放的原因 83條是釋放的原因 就是什麼原因之下 可以釋放這個受刑人 當然我們一般最容易想到 就是說 刑期屆滿的話可以釋放 這個大概就沒有什麼爭議 那還有什麼情況是會釋放受刑人 這個等一下就會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那再來就是84條是在講說釋放後應該要 在釋放後要進行的一些保護事項 釋放後應該要進行的一些保護事項 那這個地方在考點上面它就涉及到一些 我剛剛提到的更生保護制度的這樣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們在這裡會稍微講一下這個更生保護法 以及它的施營細則的一些 比較重要的一些內容 然後接下來 在83跟84條完之後 進行到第85條 就會這個地方在講的 其實是在講 我們在做更生保護的一些事項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然後接下來 所以說我們可以簡單講就是說 在條文的部分 第85條 第85條我們可以說 就是更生保護的準備 更生保護的準備 第86條 第86條是說 他在講釋放的時候 對於受刑人 被釋放的受刑人 應該要給他哪些東西 那基本上 我們這裡要分成兩種 一種是對於健康的受刑人 就是他沒有罹患一些疾病的 另外一種是 就是他有罹患重病的話 他會有另外一種處置的方式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對於這個受刑人 受刑人 被釋放的受刑人 所給予的一些處置這樣 那分成健康的跟禮病的受刑人 最後一塊 最後一塊 那就是在講 針對剛剛86條是在講 健康跟禮病的受刑人 我們要怎麼處置 第87條就是在針對 罹患一些疾病 或是重病的受刑人 我們要再怎麼做 他做一個更進一步的說明 這樣 他算是在86條的基礎上 再更進一步的再做說明 這樣 好 所以就是 有關於87條 他就是針對病患 針對病患釋放時的一些處置 那簡單這樣看過之後 我們可以進入到這個條文的內容來看 那條文的內容 首先 在第83條的部分 我們看到 他總共有三項 我們不用 主要 這個條文的話 我們不用去 逐字 逐句而念 我們只要知道 這個 每一個條文的最前面 在 這幾個字 再講什麼就好了 主要 我們在講的就是說 釋放 有分成哪幾種類型 從83條的這三項來看 可以知道 他就是剛好分別規定在第一 第二第三項 第一項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比較簡單的部分 期滿釋放 期滿釋放 因為就是 執行期滿的話 當然你要釋放這個受刑人 我們先扣除一些例外的情況 原則上就是 要釋放 這個沒有什麼爭議 第二個 就是在 有關假釋的部分 我們之前有提到 如果當 這個主管機關 核准假釋之後 這個受刑人 他也可以 先 暫時出獄 可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是副條件的 暫時出獄 但是 我們還是 就條文的安排 還是把它安排在 第83條裡面 這個釋放 的一個範疇裡面 所以這裡 我要先跟各位 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條文 應該這麼講 如果說 考試他沒有特別去 針對這個地方去問你的話 你要回答說 釋放的類型有哪些的時候 你就在這個 這個假釋 騎滿 還有包括第三項 受赦免 這個部分 都可以一併寫上去 但是 如果考試的時候 他有針對這個地方 去用一些 就是 你看得出來 他有一些 用語 比較特別的話 大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 其實 如果就看法條的文字來講 第二項他說 核准假釋者 應由監獄長官一定是告知出獄 然後給予假釋證書 所以說 他是說 可以出獄 他並不是說釋放 但是 我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 就條文的規定 他是規定在釋放於保護的章節 所以一般來講 不太會去分得這麼細 就是說 在這裡 會把它歸類成釋放的原因之一 只是說 某些老師可能會認為說 在這裡 他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廚餘 他不是真正的 永久性的一個釋放 所以 在這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 用 以考試來講 目前還沒有到 考到這麼的 細 他就是 比較不會從這邊去 就是雞蛋裡 一條骨頭這樣 所以大家就是要記的話 就是 還是把這三點 記下來 有關於釋放的原因 就是 83條講的 其滿 然後假釋 還有赦免 這三個部分 好 那 第83條 他是有關於釋放授權的基本規定 這個本條內容 你當然是要 有一個基本的理解 就剛講的這三項 分別是什麼之外 還有 你會發現 其實 其實 在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一項跟第三項 他都有一個 這個裡面的有一個要件 叫做 除接續執行 強制身心治療 或輔導教育 處分者外 那這個東西在講什麼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後一個就是 有關於大法官解釋 有一個大法官解釋 專門在講 這個83條的 只是說 現在這個部分 他真的已經比較小 所以 考試出來的機率 當然還是有 但是會比較低一點 當年 剛做出大法官解釋 那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 直接 當年就直接 就那個 試制來做命題 只是說現在來講 以這個來命題的機率 會稍微小一點 但是大家還是要知道 所以 等一下還是會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部分 好 那 首先 我在講義上面 在第二項的部分 給大家看的就是說 關於 一個小小的問題 關於這個 釋放受嫌人的原因 有哪些 這個其實 只是把它設計成一個 選擇題的一種模式而已 但是 基本上 它的內容 是還蠻簡單的 就是 四個選項 A是執行期滿 第二個是 B是 合尊假釋 第三 C是 受赦免 D是 與被害人和解